美国为公共世界霸权地位 贫义凡对华出手 却遭到中国的击破 现在美国几乎把精力全部聚焦在了亚太地区 为了稳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贫义凡对中国出手 不过美国盲目收紧恶化力度 遭到了美国学者的批判 美国媒体网站上刊登了一篇 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 其中就明确指出 是时候改变对中国的策略了 美国应该制定健康的对华政策 现在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确实不够好 作为一个老牌帝国 却不断被各国驱赶 在巴尔问题上也一致遭了诟病 而中国的国际地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步向上攀登 早在上个时期 美国战略家们就曾经预测 如果以后有国家会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地位 不是俄罗斯就是中国 说实话 美国人这种预测很特别准 中国从风雨飘摇中走来 已经磨练成了一个强大的发展中国家 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 与美国的政治理念并不相同 再加上康米援朝等战争的背景 中美注定无法成为类似西方联盟那种 主谱关系的朋友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 中国的影响力注定要向外辐射 而美国的霸主之心 坐随 想要永远把全世界资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像中国这种无法掌控的国界 对美国来说是一定要打压的 朝目中角度上说 美国对中国的忌惮已经超出了俄罗斯 在冷战接收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大幅降低 中国就成为了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 所以美国不仅自己对中国采取武器禁运政策 还鼓励他们的欧盟朋友们 一起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 直到今天才慢慢的放开 但仍有限制 这就导致了很多新的武器技术 中国难以接触到 一定程度上辞职了中国军事的发展 换句话说 也是违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不过中国肯定是不会被美国这些手段 彻底给压制住 不然也不会有 现在美国逐步收紧 对华政策的情况出现 在这方面 我们的老朋友俄罗斯帮了大忙 中国的前两艘航母的原型 都是来自俄罗斯 甚至很多武器都有俄罗斯的影子 帮助中国走过了一段 艰难发展的阶段 而现在中国已经开始 逐步研究生产自己的武器装备 慢慢脱离俄式装备的影子 甚至先美国一步造出了高潮因素武器 让美国眼红却又不得不忌惮 一招不成 再出一招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战区划分是世界性的 为的就是能在全世界都快速反应 而中国就被划分在了美军的太平洋战区中 最令美国头疼的也就是太平洋战区了 最听美国话的和最不听美国话的都在这里 为了压制中国 美国不遗余力在亚太地区悬染中国威胁 制造对立 还真给它煽动了不少果节的敌对心理 尤其是那些自认为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果节 更加容易被挑动 美国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 不断在亚太扩充自己的势力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印度都受到了美国的挑拨 不但给中国制造问题 中国自然不会像美国一样出这些损招 与美国这种唯恐天下不乱成对比的 中国积极开展一带一路 一身作则带动周边果节的利益 帮助大家一起进步 这么一来 严险果节都达到了好处 自然对中国的态度会好一些 就像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已经和中国针锋相对了 但是还是要提一句 让中国别从菲律宾撤资 除此之外 为了抑制中国科技发展 美国又搞出芯片大战 四处游说别国 软硬兼施 想联手打压中国 而中国不仅出手反制 限制原材料出口 和成功突破技术壁垒 研制出自己的高端芯片 让美国的行为都变成了笑话 但是美国做了这么多 还是没能抑制住中国的发展 就应该意识到 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了 像美国学者说的那样 美国应该寻找一个健康的对华政策 而不是集体患上中国焦虑症 中国欢迎一切友好的交流 但是对于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行为 中国坚决反对 也不会任由其肆意发展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再见